美中海空較量,共軍水手運船只能搞恐襲 美俄談判,拜登太極陣收普京鐵拳 大家好,歡迎來到新冷戰情室,我是寧遠山 講起軍事力量,美國是地球的老大,中共、日本、俄羅斯和北約加在一起講不上美國軍力的一本 世界上前50個國家加在一起都不如美軍 按照情報人士的說法,美國的飛機是自己做的,艦船都是自家的 核動力航母常年巡航大洋,自家的炮彈都炸不倒,實在是勁到不能再勁 如果拿北約的軍力和美國來比較,就好像拿步槍的 和配備遠紅愛瞄準槍的打仗,無乘船 美國的11艘航母都是核動力的,可以一直在海上航行 歐洲大部分都是柴電航母,怎麼可以比呢? 中共軍隊的裝備和人員效果,比美軍來說簡直就是不值一提 共軍航母上的飛機不單是東拼西丑,而且加在一起的艦載機飛行時間 都不如美軍飛行員的零頭 美國有5000多架飛機,中共空軍2460架飛機 海軍航空兵767架,加起來都不到4000架 還有不少老式的千7、千10、蘇30、蘇27 這些第三代或三代半的戰鬥機居多 殲20只有150架,雖說俄羅斯的飛機進行空中格鬥是相當可以的 但都是視距範圍內的打鬥,美國戰鬥機玩的是超視距打擊 打了共軍都不知道炮彈是從哪裡來的 中共的飛行員一線的加上預備的,號稱15000名飛行員 但實際上預備役飛行員的體能狀態保持得很差,說得不好聽些,大幅便便的居多 而美國25000名空軍飛行員,預備役中發補貼來保持體能 在飛行員的數質和數量方面,共軍和美軍的差距都相當大 中共空軍的軍炸機,航程沒有超過2000公里 共軍的加油機就十幾架,美軍一個中隊就能超視他們,將他們滅了 共軍在飛行員的數量和質量上不可以與美軍相比 在技術上能夠超視他們打擊的飛行員都不多 單論空戰根本無法與美軍打 講起海軍的戰力,首先要看水兵的體格 中國人的體能不適合低溫 西方人在冬天只穿一件T恤的隨處可見 冰冷的海水跳進去,游個來回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冬天去過英國海邊的中國人都知道冷,穿著棉袄都感覺冷 你說這個仗還怎麼打呢?更加不用說西方和日本都有海軍文化 海軍歷史和海軍人才的傳承 還有些篇故事的說,中國海軍的水手過去運船嘔吐的 經過共軍的訓練後都不嘔吐了,這個不是體身多好嗎? 實際上一打起仗上來,這種水兵與天而不運船的相比 反應速度就慢很多,可能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不是一個氣跑線上的 熟悉共軍實力的內幕人士表示 中共海軍和日本海軍如果放開手腳,不計傷亡打 最多一兩日,中共海軍就會被全部消滅 如果和美國鬥,當日中共海軍就必須玩完 差距就相當於貓和老鼠的區別 不過中共海軍的確有一個壓傷底的武器 就是潛艇的數量,佔了絕對優勢 而且共軍不怕死人,敢於在海底進行自殺式的恐怖襲擊 撞擊美軍潛艇 但考慮到現在共軍士氣低落,獨身子女居多應該會抗命吧 畢竟共軍士兵不會高喊,共產主義萬歲而犧牲自己 所以這個選項又是不太可能了 除此之外,中共海軍剩下的沒有其他優勢 基本就是個笑話,可以說 在可預見的未來,考慮到技術傳統和文化傳統 中共在海空軍方面和美國拿出來單挑,幾乎就是滅頂之災 美國和俄羅斯已經在日內瓦舉行會談 情況想必大家都有所疑問 一句說,兩家沒有什麼談籠 儘管面子上是被俄羅斯佔上風 但實際上俄羅斯沒有佔半點便宜 下面我們將發生的事情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向大家解釋一下,事情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 以及今後可能的過招和走向 要理解現在的處境,必須回到2021年的年初 烏克蘭在和頓巴斯的接觸線上大規模部署軍隊 並發表了各種號戰言論 所有這些都在傳遞著一種信息 烏克蘭即將對頓巴斯的兩個分離共和國發動進攻 分析人士指出 烏克蘭的這番舉動原本不是試圖佔領頓巴斯 只是要向克林姆林公施壓 讓普京直接與烏克蘭總統談判 聲應俄羅斯是衝突的一方 但俄羅斯卻極力避免與烏克蘭談 他們聲稱頓巴斯是烏克蘭內政 應該由烏克蘭政府和頓巴斯兩個地方共和國談 普京心目中要談的是限制不約東抗問題 談判的對象是美國、華盛頓 與此同時烏克蘭的寧國白俄羅斯 不知如何發生了某種政變企圖 結果莫斯科過來收拾了政變 在很短時間內 俄羅斯的歐洲部分就部署了非常強大的打擊力量 當然這是俄羅斯為了防止烏克蘭打頓巴斯做準備 但普京的藉口是替白俄羅斯評判 普京趁機在俄羅斯的歐洲部分軍力部署 令西方和烏克蘭不得不試圖化解這個緊張局勢 因為如果當時發生戰爭 烏克蘭很快就會被打敗 於是去年6月份召開了俄美首腦日內亞峰會 讓俄軍基本上撤到了大本營 但在夏天 華盛頓似乎突然意識到 俄羅斯仍在其角土的歐洲部分大量部署軍隊 建造後勤基礎設施 為了讓俄羅斯人撤回一些部隊 或停止建設基礎設施 美國國務院對此事大做文章稱 俄羅斯對烏克蘭是巨大的威脅 結果是在去年秋天 俄羅斯和西方的口水漲和緊張氣氛不斷升級 美國負責歐洲及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紐蘭 以及中情局局長柏欣斯接連訪問莫斯科 試圖讓俄羅斯人放慢軍事部署的步伐 難道無攻而犯? 反而是克林姆林公將局勢扭轉為對自己有利 莫斯科聲稱烏克蘭邊境緊張局勢加劇的原因 是因為有人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 俄羅斯現在要尋求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安全保障 不僅要阻止北約的進一步擴張 還要讓北約從東亞設出其所有軍事基礎設施 力轉北約的東抗 一番口水後 普京和拜登舉行了峰會 結果 普京將峰會轉變成自己的又一次優勢 令拜登同意一月份進行美俄談判 而且談的還是北約不能東抗的法律保障 這個當時定下來的美俄會談 頭兩天還不讓歐洲人參加 這下震驚了北約和歐盟 北約秘書長和歐盟外長頻出強硬言論 後來莫斯科的舉動的確非常不盡如人意 普京在年度新聞發布會上表態強硬 這次哈國暴亂 普京都藉此機會要強化中亞的一體化 現在北約和美國的很多人都認為 拜登答應和普京談判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而美國都對比普京拖入這次談判感到特別尷尬 因此 上週五一月七日 布林肯發表了一番強硬的講話 週二十二日的談判就更奇葩了 實際上是表明了美國人不想談 要擺脫這個談判 又不想看起來不講道理這樣述門而去 所以美國就採取了堅持底線 不放棄北約的無限東抗姿態 西方媒體表示 有句老話 不能對俄羅斯讓步 讓他盡了家門 他就會賴著不走 這是暗示 這次談判對美國不那麼重要 西方根本不想談這個問題 雙方談不出結果反而更好 如果給出任何法律承諾 老毛子得寸盡赤 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盒子 收都收不回來 儘管面子上是被俄羅斯佔上風 但實際上俄羅斯沒有佔半點便宜 寸步未進 而華盛頓雖然被西方媒體罵了一頓 但寸土未失 底線都還在 俄羅斯聲稱 如果烏克蘭加入不約就出兵進行打擊 而且還讓美國人說出了不會出兵烏克蘭的話 這意味著美國今後不可能讓烏克蘭加入不約 都不可能令烏克蘭攻打頓巴斯 這的確是俄國人想要的承諾 但美國人就是不讓莫斯科半點指上承諾 就是不讓俄羅斯拿到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安全保障 反而莫斯科今後在烏克蘭邊境的任何武力威脅 都不可以獲得國際社會在道義上的支持 如果俄羅斯不講規則 在烏克蘭沒有加入不約的情況下 盲痕出兵烏克蘭 這樣莫斯科就是出師無命 美國即便是全面制裁會央及歐洲和美國自身的情況下 會讓西方世界的生活成本增加 社會不穩定增加的情況下 西方選民都不會太過分地反對政府的制裁決定 現在歐洲局勢緊張正在升級 可以預期在今後的5至15年中 美國和西方還會堅持不約必須東抗的原則 同時想盡一切辦法避免衝突 並加強軍備 面對莫斯科準備好了 用根胃到嘴裡的協議 華盛頓現在是鐵嘴鋼牙不鬆口 淡淡定準備以軟制硬用太極修鐵拳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歡迎跟我們留言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不要忘記訂閱、分享、點讚 感謝你的收看,我們明天見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我們下次見